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应该要叫你老师还是律师 叫我风源就好了 好 风源兵的风源吗 风源老师 没有啦 叫你 不然叫你法语老师好了 好好好 其实我在那个 我老公还没有当律师的时候 就知道您了 而且你的生涯蛮特别的 你是从律师 但是目前就是 比较主要的工作是在当讲师 对 就写作 对 还有作家 对 所以呢当时我老公还没考上律师的时候 我其实很讶异 想说当律师这么好 有光环 然后当律师感觉是赚大钱 为什么要去当讲师呢 然后为什么要去当作家呢 难道有比较好赚吗 然后后来呢 等我老公当了律师之后 我就发现 嗯 真的没那么好赚 没有啦 开玩笑 我只想说其实可以请那个 就是 丰元跟大家聊聊一下说 其实你已经当了很多年的讲师了 那觉得很特别的说 在当年那个时候 大概从什么时候 几年前是开始当讲师 呃 因为我那时候 我先解释一下法语两个字 因为每次都以为是法号 因为我有两个专长 我是羽球选手 真的 我的职业 就是我从小就羽球孝顺 选手选手 然后所以我的就有个法律的专长 一个羽球的专长 所以就叫法语 那是以前我教 原来 教补习班的艺名 所以后来他都叫我法语老师 嗯 对 所以这样不是法号 所以每次要跟大家诚信一下 嗯 那第二个是当 因为我当律师的时候就很早嘛 因为我22岁就考上了 然后23岁我就开师傅所 嗯 然后那时候就很早就职业 那当然头几年很辛苦 那后来到了大概 到27、8岁 就等我母亲也去世了以后啊 那时候事务所站稳脚步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专攻保险案件嘛 嗯 那在这个领域中也小有名气 嗯 可是那时候就开始慢慢觉得说 因为当我爸妈妈都不在的时候啊 嗯 因为律师其实是蛮重要的物质生活 跟社会地位的来源 嗯 可是当我爸妈妈都去世的时候 我开始去 去 有时间静下来去思考说 律师这个工作 是不是真的是我一辈子想要做的一个职业 嗯 因为在以前爸爸妈妈生病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选择 我就是很努力的去考律师证照 然后去创业 然后赚钱 所以那时候律师对我来讲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嗯 可是在我当律师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都是补习班的老师 嗯 所以我在两边都会感受到 两边这个 这个 比如打官司啊 跟教学啊 所带给我的这个成就感 跟那个 回馈的感受 那当然一直很明显的感受到说 我看到一个孩子在我的手上 考上好的大学 那甚至他的 我的著作跟我的文字啊 在很多的孩子的心中产生一种力量的时候 那个带给我的一个回馈啊 我会觉得远比在打官司来的有成就感 并不是说我很讨厌打官司 而是说我不喜欢 诉讼的那种争夺的过程 但是我很喜欢在文字与演讲 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 所得到那种温暖回馈 嗯 这个我感同身受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法律系毕业的 然后跟我先生是法律系的同班同学 那我跟我先生做了大概十年的 八年左右的餐饮业 然后后来我老公才突然想说 他半路突然又跑去考律师 那他是当届就考上了 可是当他考上之后 我就会有个压力 人家问说你怎么不会也去考律师 两个夫妻都是律师多好 可是我就是因为那时候老公刚考上律师 我是有那个机会在粉丝团写文章 然后也很快就有出版社来找我写作 结果我就发现说 我比较喜欢做这个工作 因为你的文字散发出的力量 他这个广度很广 比如说你在当律师的时候 你影响的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 可是当你的文章文字出去的时候 你影响的那个人数是非常大的 那当有人反馈给你 比如说他可能在粉丝视讯给你说 他在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你的文字陪他度过了什么的时候 那个成就感其实跟法律这个行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相当能够了解 丰远所讲的这个心路的历程 可是你现在算是全职的讲师跟作家吗 你完全没有在当律师了 有办法去放下这一块吗 当然讲起来很容易啦 但一般人除非你自己是法律圈 而且你自己知道你花了多少心血去考取律师征兆的过程 才知道其实要放下这件事其实不是很容易的 那当然我也是遇过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挣扎 那到后来真正让我可以完全放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受 在于说当然我也知道说我可以一边把律师做好 我也可以一边好好的做一个作家跟讲师 可是到后来我慢慢的感受到说我的销售量越来越高的时候 然后我的这个影响的听众跟读者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会感受到一股很大的一种责任 就是说当我的书籍卖得好 演讲也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听众的时候 我所感受到的不单是一种成功的喜悦 而是我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一种对于读者们的责任 而这种责任在于说你能够带给他们什么东西 那当然人我觉得人都不要觉得太骄傲 比如说我们都觉得我们可以兼职做好很多个身份 可是事实上我们可能都没有把它做到够好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亦然决然了 我觉得就应该让律师这个生涯 随着我父母亲相继离来去世以后 结束了他在我生命中的阶段性的任务 然后我就投入了一个未知的过程 但是我那时候很其实已经很深刻感受到说 写作跟演讲是我生命中命中注定的责任 而且当我们在履行我们命中注定的责任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在看不见未来的道路上 专注前进的力量 而我那时候就是拥有这样的力量 所以才勇敢的跨出去 因为我其实从你过去的著作中有看到说 你小时候家境不是很好 所以我相信说在你成长的过程中 对于那个经济的不稳定跟需要的安全感 可能跟一般人比起来是特别的强烈 那当时你有这样的律师指导 有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 对你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的保障 可是当你放弃到这一块的时候 作家跟讲师来说 相对于律师 真的是不是那么稳定的行业 因为讲师都是这样 要有人来找你演讲 你才有一场的收入 那出书的话 下一本书卖出多少本 你也没有把握 那也不知道现在的读者 他喜欢什么 下一个世代的读者他喜欢什么 所以你要放弃这一块 其实相当的不容易 可是我相信在你现在的著作 写作的过程中 或当讲师的过程中 在你小时候那些经验 一定是有帮助的 他怎么样去影响到你现在的作品呢 其实我从小的生命体验 会让我 因为我们在社会底层长大的人 其实会去理解到 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无奈 就是说我并不会觉得任何人的成功 或任何人甚至脸上的笑容 都不是理所当然 也就是说我可以有 很深刻去感受到 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喜悦 伤痛 甚至是他的难处 所以这带给我很多生命的刻痕 而其实这样的刻痕 其实我写出来之后 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很多人产生共鸣 那至于说 说实话我当时也会对于经济不稳定 这件事会产生有一种担心 或者是疑惑 可是我必须讲就是说 当我真的跨出去 然后当我非常非常专注的 把我内心的很多生命的体悟 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时候 其实当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 我反而获得更多的贵人的提拔 所以其实我后来有很多的投资的机会 包含台湾跟中国大陆 那所以获得的收入 其实并不比会比一个律师差 所以就是人生一个 很难以言喻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所以我才讲说 每一个人都要去履行 我们每一个人命中注定的责任 而这样子的过程会让我们拥有一种 在看不见未来的道路上 专注前进的力量 对啊 所以像你这样说 让我想到说 拥有有时候当然是一种满足 因为你现在握在手上还是什么 可是当你翻开手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去抓到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这是你对你自己生涯的一种规划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像最近的新书是已经出到您第几本作品的 这是第四本 所以你的作品的话主要都是 你对自己的期许 想要带给你的读者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个我之前没有聊过 我觉得很好的想法 就是其实我四本书啊 就我第一本书叫年轻不打安全牌 它是很单纯的叙述了我从小到大的生命故事 一直到我父母亲生病去世 然后到了第二本就是我的转型的过程 就是新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那到了第三本书 就是当我转型为一个专职作家之后 我感受到读者之间这种 支持与被支持的力量 所以我把它写成的就是叫被支持的力量 然后经过了两年多才完成了这本叫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那事实上这四本书呢 并不是我设定一个主题而写的 这四本书都是我每一个生命历程的总结 就是我刚讲的就是从小到大 然后这个转型当作家 然后转型当作家后的心境 然后现在是一个更深刻的第四本书 叫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其实你知道我看你四本作品走来 我最喜欢的是第二本书的书名 就是新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因为特别我现在跟我先生还是在 从事这个律师的行业 那有时候会看到很多当事人 因为我们书所又相对而言 跟家事相关的案件比较多 然后会看到这些当事人 你跟外面的人打官司 你或许还可以维持你的一些情绪的稳定 但是跟自家人打官司 那个感受就是情绪的波动更大 那很多人其实他陷入了自己的一个 人生最大的底草 就是包括甚至有的人会忧郁症 然后有的人会从此就是 一蹶不振没有办法再站起来 可是我觉得像你那本书的标题 给我的感觉就觉得说 如果你能够让每个人都体恤到说 你的心的强大 你就可以不用怕任何的打击的时候 包括你跟最亲密的人 会产生像这样子的 可能要必须要就是走入一段结束的结局的时候 其实真的觉得对读者的帮助非常大 不过我知道说你的读者 有很大一个族群在青少年 对为什么会对青少年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呢 可能跟我早期 曾早就在补习班教书有关 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有教这个律师司法官 书记官班 然后也有教这个生大学的一个科目 叫公民与社会 所以那时候我一年都会接触上万个高中生 所以我也很 那时候就很了解学生 尤其是高中青少年的一些思维 maybe还有他跟爸爸妈妈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还有他站在这一个考试的人生非常关键 高三这个时间点 他的各种可能的心态恐惧 跟这种一定要考上台大的 好学校这种压力的构成 就是我会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写出来文章 尤其是第一本书 就会谈到很多我在读书考试的一个经验 那很多孩子就很喜欢读那本书 因为那本书后来 就很多学校都选为那个图书馆的选书 所以很多孩子都有读到的 好 不过呢因为今天的重点呢 是要跟丰 跟丰元聊他的新书 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你光看这个方面会觉得很特别 因为你曾经是一个律师的身份 然后我在想说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是在跟这些坏人讲说你要做好人吗 你的新书是在谈些什么呢 其实这本书是事实上是我这几年来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心境 就是说其实从小到大 我们都在一种竞争关系中存在 那如果就台湾的这个教育体制下 我算是胜利主 如果从这角度来讲算是胜利主 可是我后来慢慢感觉到说 其实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 最强大的并不是你能够赢过别人 而是你能够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之中 活在一个人的心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无论你拥有再多再多的金钱 或者是地位 或者是才华 都不代表你可以真正的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之中 活在一个人的心中 那这是我认为一个最困难的地方 可是尤其当你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之中 活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 我们会获得他们对我们百分之百 毫无保留的信任 可是这种信任不是一种胜利 而是一种责任 因为当我们获得一个人 对我们百分之百 毫无保留的信任的那一瞬间 我们的起心动念会决定 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我后来得到一个很深的心得就是 只有一个真正的简单的好人 可以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之中 活在一个人的心中 因为他够简单够善良 而也只有一个简单的好人 可以承担起这世界上无数的人 对他百分之百毫无保留的信任 因为他够简单够善良 所以好人有分复杂的好人 跟简单的好人吗 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我来看 其实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个 善念的太阳 那唯一的区别在于说 这个太阳外面有多么深厚的乌云 就像我认为说 我们常遇到在以前法庭上 一些十恶不赦的死刑犯 或者是一些犯下重大犯罪的人 没比在所有的社会的人来看 他是个坏人 可是在他的真正的家人的眼中 他不一定就是这么的坏 或是至少在他的母亲心中 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 在不同的人的面前 会有不同的面向 而我来看 一个在社会评价再坏的人 他的内心都有一个善念的太阳 但就看乌云有多么的深厚 所以在我来看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好人 而每一个人也都想当一个好人 但是 也许因为社会环境的关系 因为他的从小历练的关系 也许他的生命的遭遇的关系 让他不得不成为一个坏人 这是我个人对人的基本看法 所以我想如果说 我们你过去在职业当律师的生涯中 一个律师跟一个犯的 可能刑事重罪的被告 他们之间也可以用你的 这本书来诠释吗 就是他们谁跟谁 哪个角色之间 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好人吗 其实我觉得人都是有改变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改变的可能性 不代表他在也许在他这辈子来不及改变 但是我认为一个坏人 也许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人 而一个好人也可能成为一个坏人 所以我觉得他是说不定的 就是我不喜欢很快去定义一个人 好像一个框框就是说 他就是个坏人 他就是一个好人 那尤其是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知道有一些人他在犯案的时候 其实是有他的无奈性 尤其是我从小在打官司的打官司 会有很多的黑道或者道上的兄弟 其实道上很多的兄弟不见得就是坏人 他们有他们的无奈 那所以我来看就是说 我不喜欢很快的去把一个人下了一个定义 可是他确实做了不好的事情 他就必须接受这个不好的事情的惩罚 或者就承担这个结果 可是他做了一件坏事 不代表他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好人 在我来看 如果我们有人力在他生命当中 给他一点点的机会 就像我常讲 一个再坏的人 都想要在他发自内心敬重的好人的面前 当一次好人 而当我们可以成为那样子的好人 可以影响一个 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的时候 那是一个生命中非常难得的缘分 所以律师的角色 在这当中有办法 做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吗 律师他的工作确实有他的难度 但是也不济难不可能 当然又就像很多的人权律师 我们有很多的案件 很多的这个过去很有名的 这些冤狱案件啊 都是因为有一批律师 经过了十几二十年 始终相信他 他才能看见最后的冤狱平反的 那个曙光 所以律师在这方面的功能 也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你要期待这个院方跟检方 在这方面有一点点难度 因为毕竟是检方起诉的嘛 那院方在证据的表面上 他或者在时代 威权时代的背景下 他也不得不判 但是一定要有辩护人的存在 才有办法让这样子的冤狱去获得一点曙光 而这个过程当中 这一个被告 感受到被律师发自内心的信任的这种力量 会是支撑他走过这一段很黑暗的道路的过程 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你当律师是有可能把你手上的被告 变成一个简单的好人的 好 那我们先进段广告 待会回来呢 继续跟风云聊聊他新书里面 就是怎么让你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午后进化论 我是律师娘林静茹 今天的律师娘想办法为大家请到的来宾是 许峰元律师 但是呢 她现在没有当律师了 她是法语老师 而且她是个讲师 也是个作家 目前出道第四本作品 大家如果有看直播的话 直播画面里面的这个 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就是她的第四本新书 那今天呢 就是要来跟她聊聊 怎么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直播的 所有开放call in 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 应该有不少以前听过 律峰元老师所写的作品 或是有听过她的演讲 所以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 跟她叙叙旧的话 欢迎call in进来 0283693398 那也欢迎你到我们的 news98官方粉丝团的直播画面 下面留言 跟我们的徐峰元老师 打声招呼说 哇你有来听过她的演讲 或是有看过她的书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 她这次新书的内容 我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你看一个律师或一个老师呢 做一个简单的好人的时候 想到的大概就是律师 就是要跟这个 她的被告说 以后你就是要做个简单的好人 要不然就是老师对学生说 以后未来你要做个简单的好人 但是我在徐峰元老师的书里面 看到一个亮点 就是她一开始就提了 在她的前言里面就提到一个人 就是她的母亲 对那 我很想知道说 你都已经写到第四这本作品了 为什么会特别在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这本书里面的前言 其实你还花了蛮大一个篇幅 在提到你母亲的部分 所以想聊一下 为什么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会跟你的母亲有关呢 其实从小我读了很多很多书 那我们从小会设定了很多的偶像 或者是目标 譬如小时候喜欢王永庆先生 有人喜欢华盛顿等等等等 很多的伟人 那包括我们出社会后 也会欣赏很多全球知名的企业家 或成功的甚至以前成功的律师 可是我经过了这么多年来 当我自己静下心来 然后回醒自己的时候 我慢慢感受到原来 真正印象我一辈子最深最深的是我的母亲 那我的母亲事实上是一个 从来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的女性 她这辈子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 那为什么我的母亲印象我很深呢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有很多的人格特质 包含做人处事的一些心态 或者是性格 跟我母亲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关系 那后来才发现说 纵使我的母亲不在这个人世间 当我闭上眼睛去回想我的母亲 她永远在我的心中 也就是说她这辈子 或许她没有获得任何的财富及地位 可是我的母亲她的一辈子 都是从她奉献她自己 利益子女的过程当中 去感受到幸福与快乐的反馈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她并没有获得很多的金钱 或者是世俗的地位 可是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这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因为我后来发现说 无论我赚再多的钱 或我成为一个再有名的人 但我们能够活在一个人的心中吗 因为当我们能够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之中 活在一个人的心中的时候 我们彼此之间会建立一种 很难以言喻的相依为命的一体性感受 那什么叫相依为命的一体性感受 就是你永远会感受到自己 不是一个人独自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会感受到自己 永远被放在人家的心上 你会永远知道自己要为何而战 我后来发现说 原来当初带给我很大的奋斗的一个动能 就是我的母亲 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一辈子 是为了我而活 而我也可以为我的母亲而活 而这种相依为命的一体性感受 我觉得非常的温暖而且真挚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我们可以跟我们生活周遭 生命周遭的每一个有缘分的人 哪怕做不到母亲的百分之一 我们都能够像母亲一样 对待别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建立这种很难以言喻的 相依为命的一体性感受 那很多人一般很难以感受到这种力量 其实上只要有自己有孩子 都可以理解这种超越逻辑 超越利益思考的这种很强大的力量 而当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力量 除了对待我们自己的家人 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 可以往外扩张一点 对待我们的朋友 甚至是我们不认识的人的时候 我们会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就像一个太阳一样 可以照耀无数人生命的黑暗 所以母亲对你的影响 跟你后来的这些生涯 你觉得是影响到你在待人厨师上 你做了一些像什么样具体的事情 算是来自于你母亲对你的影响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家还有一个很小的另外一间房子 出租给别人 那现在其实在三重 要租到一间有正常客厅餐厅 有位于设备 这样完整的一间要租到五千块 也不是很容易 那我记得我妈妈租给那个 一个从澳门来打工的太太 她独自抚养她的两个孩子 我妈妈从来没有给她涨过房租 然后从以前最早租七千 然后六千五千 然后就都没有涨她房租还降房租 因为她知道她很辛苦 那后来这一个 我母亲要去世之前 还特别交代我说 这个不要给她涨房租 人是港口人 那后来这个太太 她澳门后来发展了 她小孩子也长大了 要接她回去享福了 就这个太太 她就还帮我找了房客 继续承租那间房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她跟我讲 就是她非常非常感念我的母亲 就是她就问的母亲 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好人 那其实不只是这一个太太 就是我发现我所有 很多周遭的亲朋好友 那每一个回想起我的母亲 大家的印象 她就是一个简单的好人 而这带给我一个很深的震撼 就是说也许在很多人的眼中 我是一个某程度成功 在考试或者创业的领域中 是成功的人 可是你真的可以让人家 打从心里面觉得 你是一个简单的好人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以 做到的任何特质 所以母亲最大的影响 就是让你有这个方向 觉得我也要像母亲一样 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那我特别想要问你说 其实最近的社会新闻很多 那前一阵子你知道 有一个在台大校园里面 发生的一个很不幸的事件 我觉得说现在当 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的角色 那当然小孩很小 大的这个已经小学三年级的 那女儿还在肚子里面 我有时候看到 像前一阵子看到这个社会新闻的时候 我就会很担心说 不管我今天我的小孩长大 他是成为加害别人 或是被害别人的人 我都是很痛苦的 即使是当加害的那个人 就是爸爸妈妈要承受的 社会压力也很大 那当然你对小孩子这边 发生的事情的心痛是更大的 可是我觉得在想说 整个教育的过程中 为什么就是孩子没有 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父母对他的爱 那如果你对你的母亲 感受到的影响这么深 那我自己是个母亲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 母亲要怎么做 才能够对他的小孩 发生最大的影响力 因为很多妈妈会觉得说 可能小孩子青少年 我怎么讲都讲不听啊 我也不希望我小孩子去害人啊 他就是要去做害人的一些事情 我也很爱我的小孩啊 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才能够把我正面的一些价值观 给传达给他 那你母亲是做了些什么 把她的这些正向的价值观 都传达给你呢 我必须讲 我刚刚有讲 因为我母亲她没有念过书 所以譬如在课业上 我母亲一辈子是没法教我课业 我父亲也没有念过书 所以我父母亲 她是没有去再教育我这件事情 那至于刚刚律师娘 所说的那一个过程 其实我父母亲给予我的是一种榜样 一种 我发自内心的了解到 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好人 那这个带给我是一个很深刻的神教 也就是说 我的母亲不论对待任何 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啊 越南新娘 刚嫁来台湾是很没有社会地位的 那我记得我一个亲戚 她娶了越南新娘 然后大家都有些人有排挤她 可是我的母亲完全没有排挤她 而且对她非常的好 那我的母亲她 这辈子她做了每一件事都会让我感受到 而且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那这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到 就是说其实当一个爸妈 包括我自己现在也是一个爸爸 那我会觉得说 其实知识教育 或者是技能教育 其实都是有限的 人了一辈子能够让自己的孩子 教育成一个简单的好人 他的生命会转化 也就是才能够转运造命 那我记得我在今年 在我写给我小孩子的红包袋 我每年都写红包袋 祝福他们 我写了三句话 我说啊 对人好 别人也会对我好 说人好 别人也会说我好 希望人好 别人也会希望我好 我告诉我三 告诉我两个孩子 你这辈子只要能够踏实的 做到这三件事情 你的一生就能够转运造命 或许会遇到我不顺遂 但是最后都会逢凶化吉 因为你帮你自己制造了很多贵人 在你的未来的路上 不过你刚刚讲的 没有那么清晰 但是在你整个讲的过程中 其实我从你妈妈身上看到四个字 虽然我没有实际看到他遇到他 但是从你描述的过程 我觉得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言行一致 为什么它会影响到你 因为很多爸爸妈妈 我们讲最简单的就是 你叫小孩不要看手机 你自己一直看手机 你叫小孩要念书 但是你自己从来不看书 或是你叫小孩赶快去做文科 但是你自己在看电视等等 当然这个是比较粗浅的 可是你今天你叫你的小孩要有礼貌 那你对身旁的人都是很有礼貌吗 你叫你的小孩说 以后要那个孝顺爸爸妈妈 那你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又如何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 他可能会给小孩很好的知识教育 技能教育 让他去上才艺班 但是当他交给他的小孩价值观的时候 他自己有没有做到这样子的一致性 那我就是从你描述你妈妈这边看到的这样的一致性 因为他一致 所以你不会混淆 你就会知道说该怎么做是正确的 所以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母亲对你的影响很大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那待会回来呢 就是再跟那个许峰原老师聊聊 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在你的书中看到一个亮点 就是除了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还要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来听等一下广告回来你怎么说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午后进化论 我是律师娘林静如 今天的律师娘想办法 为大家请到的是许峰原律师 那他同时也是法语老师 是为讲师 也是为作家 目前出道第四本作品 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所以今天聊的主题就是他的新书 那在新书里面呢 看到许峰原老师 他有提到说 除了要做一个简单的好人之外 他还说要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有点疑问 因为如果你要讲故事而言的话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故事啊 那为什么还要特地去做一个有故事的人呢 这个有故事的人 其实是对于大家的一种期许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 绝对不可能一生顺遂 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必然会遭遇到 某些我们自己也不想遭遇到的 不幸与伤痛 那当我们遭遇到很多生命当中的 来自于无常与苦恶的 不幸与伤痛的那一瞬间 我们第一个自觉就是说 为什么是我 这是很正常的反应 包含当时我面对我父母亲相继 历来生病的过程当中 我也觉得 为什么是我 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可是当我 当我这样一路走来的时候 我慢慢理解到 原来 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到的 任何的不幸与伤痛 都是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吗 也就是说 老天 那没有办法避免吗 我来看 当他来了 他就是出现了 当他已经出现了 再谈避免 已经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生命当中的不幸与伤痛 在我来看是命中注定 但是这个命中注定 不是一种宿命论 而是在告诉你 每一个人所承受的 不幸与伤痛 会在我们生命当中 留下一种磕痕 而这样子的磕痕 会让我们产生一种 能量 会让我们理解 别人遭遇到的不幸与伤痛 就像有一个 我昨天有个大哥跟我讲说 他只要超过五层楼 他就会有聚高症 还有恐惧感 我三层就聚了 好 好问题 所以当有一个人 跟你谈到聚高症的时候 你一定会感受到 他的恐惧是什么 而这就是你生命的潜能 一个最强大的人 并不是你在各方面的条件 赢过别人的人 一个最强大的人 是你能够理解每一个人 就是你能够理解 每一个人生命中所遭遇到的 这些难处 不幸与伤痛 就像你家里假设 从来没有人去世过 你很难理解 亲人去世的那种 说不出话来的感伤 很多人说 很难过会大哭一场 我说错了 真正的难过 是哭不出声音的 这就是一种 你一定要经历过 你才能够感同身受 而这种感同身受 就是每一个人 蓄积在你身上的力量 所以终有一天 我们会体悟到啊 伤痛在哪里啊 帮助别人的力量就在哪里 嗯 你讲的这个 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当中 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没有一块教育体系 接触到这个叫做 同理心 因为你说到感受别人的痛苦嘛 对啊 那其实它是属于同理心的一块 那我会觉得说 现在的孩子有时候 他们 呃 承受挫折的地道 没有办法这么大 是因为他没有看到 别人更大的伤痛 嗯 然后他会无限扩大自己的伤痛 从小时候开始 你可能没有拿到一个玩具 你想要的玩具 或是你在成长的过程中 你觉得朋友好像对你不够有那种 把你看成好兄弟的感觉 或是你在大一点的时候 你谈恋爱 你得不到一个 你喜欢的人他的爱慕等等这样 然后或是你在追求事业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得到 你想要的一个成就感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哎 你好像会觉得很重要 你很痛苦 你很难过 你得不到 可是有时候你没有看到说 其实你拥有的东西很多 那如果你能够同理别人的失去 比如说有些人甚至是 像我前两天刚好去 那个桃园那边做志工 那那边是身心障碍者 他有的身心障碍者 已经到六十几岁了 还在那个院里面 就是等于是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在了 所以他唯一的陪伴就是 只得留在这个疗养院当中 那有的时候 他们就会邀请一些志工 去陪伴他们做一些 可能环境的清理啊 或是做做蛋糕啊 或是玩玩游戏也OK 但是因为他们是身心障碍 所以 虽然他看起来六十几岁 但是我们很像在陪一个十岁的小孩子玩 那我时候都会想要说 带自己的孩子去接触这些了 因为当你看到很多人 没有拥有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才能够了解说 你已经很幸福 你拥有什么 你应该要珍惜你所拥有的 然后去同理说 别人得不到你这些 理所当然拥有的东西 所以很认同你刚刚说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在书章好一个比较特别的观点 就是说 一般人都在讲说 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要有热情 当你有热情的时候呢 就可以帮你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那你有办法继续走下去 结果我在你的书里面看到说 热情不够 光靠热情 没有办法让你支撑走完全部的路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那在你当律师 或是当坐驾的路上 如果除了热情之外 靠你支撑到走到最后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因为很多的人 都会告诉我们做一件事情 要热情 那其实我并不是反对热情 热情很好 就是说热情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做自己热爱做的事情也很好 可是那热情燃烧完了以后 剩下的是什么 我只是分享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说我这样一路走来 热情会让我们得到 我们想得到的 譬如金钱 譬如名气 可是当我们得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懒了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 那那个热情燃烧完了 剩下的是什么 那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我后来能够支撑着 我不断的去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动力 其实来自于信念 而这样子的信念 是一种对于 你知道对于你生命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这往往来自于 你知道你命中注定的责任 就像今天下面听众 假设有一千多个人 等着我去演讲 我可以说 今天天气很冷 我不想出门 我今天声音不太舒服 我懒得出门 钱太少 或者是等等等等 不行 因为有一千多个人 在下面等你 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得站上这个墙台 我必须毫无畏惧地站上去 因为这是你的责任 而当你非常清楚地知道 你肩膀上背负的责任很大的时候 会让你产生很大的勇气与信念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因为我是三重高中毕业的 那我们学校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升学学校 那我是第一届 所以我记得当时 整个学校的资源 老师的关注度 很多人都在我的身上 然后给了我很多的资源 帮我要参考书 我干嘛干嘛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考上 能够考上台大法律系 我在建中不一定能考上 但我在三重考上了 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 我不是一个人出赛的 我在我的肩膀上 是背着我们整个三重高中 所有的老师与学生的期盼而出赛 这种心境 就像我当一个选手的时候 最强大的感受是 我是代表台湾出赛的 我不能够让台湾丢脸 我会在关键的时刻撑过去 而这就是力量 所以一个人必须承担 超越自己一个人 自私自利的过程 去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 他会带给你同等 甚至更大的力量 我们永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脆弱 但我们也可以比自己想象的坚强 这个让我想要用三个字 去定义他就是使命感 那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 一个人最重要就是你在别人的生命中 留下什么样子的意义 然后在书里面其实也同时 讲到说你在别人的生命中 留下什么样的印记 那我们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 所以想要请那个徐峰宇老师 跟我讲说 那你呢 你觉得你想要在别人的生命中 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 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厉害 但是随着年岁增加 我觉得自己不厉害 但是老天给我一个很好的天赋 在于我有影响别人的力量 而过去影响别人的力量 带给我的是我想得到的一切 但我慢慢感受到它是一种责任 所以简单是超越所有复杂后的自信 善良是照破所有一切黑暗的 之后的选择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那也是我们徐峰宇老师的新书 做一个简单的好人的书名 所以呢 对你今天他如果分享的内容 你觉得非常有感受的话 欢迎你在他的新书里 找到更多属于他的语言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徐峰宇老师 谢谢 应该是对这里的 对拜拜